凡年五大村一届无影中的最强者 忍者世界忍村反多,最强当属五大国的五大忍村 忍村赢的选择和国家的掌权者不同 虽然确实也要靠一点点关系 但一般来说都是选择村中最强者来担任 毕竟忍者世界还是以强者为尊 弱小就是原罪,弱小就是丑陋的 在动乱年代,要是自家村的应用实力弱一些 村子就要遭受寄予,出门都没有底气 这一点在五大村之间体现的极为明显 虽然大家都是当世最强的五人 但相互实力差距并不像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对比一下 一届无影中每一届的最强者都是谁 首先出的无影 这一代都是各自村子的开山主师爷 分别是火影牵手住坚 水影白年老头子,雷影爱 风影猎斗,土影老头子石河 虽然大家都有独创一村的实力 但最强者竟然非住坚莫属 理由很简单 在忍村成立之前 牵手一组就是忍界最强的两个家族之一 作为组长的竹坚,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尤其是打败班之后 忍者之神实至名归 这一点其他四影都还是有自知之名的 微影会谈时 不约二童都带上了村中 处自己之外的最强者 也就是下一代候选艺 不过可能是没见过当年竹坚 开始高达狂奏班 单手捏九尾的场景 心理上虽然承认竹坚的强 但却也不认为四打一还打不过他 所以在会谈现场 竹坚尾兽大甩卖的时候 初代封印毫不买账 我们沙影村已经有衣尾了 所以不需要尾兽 想要我在五影协定上签字 条件很简单 卖尾兽的钱分我们三成 还有我们沙影全是沙漠 条件艰苦 所以想讨要几块灭丰饶的土地 一番条件提出来 封印的吃香还没让逐渐发火 其他三印就看不下去了 开什么玩笑 但封印态度依然坚决 不答应的话 我们就只能继续加大度尾兽的开发 最大限度 利用尾兽的力量来抗衡四国 水银也怒了 那这样我们四大国一定会联手来对付里面的 封印只好心心然 条件都是可以谈的嘛 还好这个时候班正合逐渐闹分手 未来会谈现场 不然怕是五影会谈还没结束 封印家就要没了 地图都要重新改一下 接下来是二代影这一代 分别是火影千手飞剑 水银鬼灯换月 魂影吾以及雷影矮 还有风影杀门 最强应该还是火影千手飞剑 朱坚死后 当年的魂影协定成为了废纸 人间大战开启 其他四大村同时将矛头指向木叶 挑战老大的位置 而千手飞剑能在这样的情况下 成功接下火影之危 保住木叶的地位 实力就已经得到了证明 虽然飞剑的实力没有各个逐渐那般离谱 但兄弟二人大概之上都集中到了他这里 一身的禁术 忍术发明无数 会脱转身 费力神多重一分身 每一个在后世都造就了一位超影机强者 波风水门 大蛇丸 名人 这是同界其他无音所不能比例的 而且就实力方面 飞剑大概是唯一位把水盾练到比水影还强的火影 因为对标的是雨之波般的火盾 无水之地 他也能发动超大规模水盾 和二代风影相比 沙子可不一定能挡住他的大水 二代能以发明雷顿查克拉模式 但飞剑有费累神 可无限爆炸人数互成其爆符 二代土影有血迹淘汰人数成盾 二代水影掌握无限爆破人数 真微爆微 但这些都没用 二代火影能灰头转身召唤大哥 这招当年应该给了二代土影不少阴影 第一次次人界大战 刚被灰头转身出来之时 他就下意识以为又是飞剑再搞鬼 至于如此强大的飞剑 为什么会被实力不够如此的金脚引脚干掉 这里我有几个猜测 第一是因为六道忍具 这几件六道忍具 看上去能力似乎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年半都瞧不上当拿机给人了 但这也是因为他们的情报能力被公开 有了应对之法 而在当年却不一样 基本上第一次接触都会中招 加上金脚引脚实力也不弱 二代火影稍有不慎 就会落入下风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二代还能斩杀引脚 相当不容易了 因为当年参与为公的 还有金脚引脚代理的18名精英忍者 角度也参与其中 那二代火影为什么不用飞雷神逃走呢 因为他的任务是掩护自己的部下撤退 只能经历拖延时间 不过这里其实就有些bug了 以二代的能力 当时将自己的部下一口气转移出包围圈 完全不是问题 非得要自己往前送 来到三代引门这一代 三代水影三代封影都是文明师 三代能影还是爱 以及三代图影大引路 到了第三代之后 木叶的实力开始大幅度下滑 最强无影不再是活影 话说当时非奸 还不如让自己活下来 这样对木叶才是利益最大化 看他舍命救下的几人 除了三代之外 几乎对木叶都没什么贡献 只会争权夺利 连真正看则四代战死都不出手 啥也不是 甚至还把木叶天才逼走了不少 雨之波止水 雨之波佑 木叶白牙等等 这届无影最强我认为应该是三代雷影 在负雷神不输的年代 三代雷影的雷顿查克拉模式 几乎就是无敌的存在 仅次于负雷神的速度 外加超强的防御 雷电护盾 战场上的三代等于立于不败之地 攻击方面 他有点对点的地域图刺 这是堪比千鸟的攻击手段 寻杀有黑雷顿 查克拉方面 三代雷影也是极其雄厚 能爆打第二强尾兽八尾 将八尾拼到内趴下 与上万名忍者大战三天三夜 才历劫身亡 这种变态的能量 简直就是人形为首 三代图影大眼部的成盾 或许能击破三代雷影的防御 但前提是要打得中再说 名人的螺旋手里剑都打不中 前腰时间极长的成盾就别说了 三代火影对上三代雷影 缺乏强力的攻击手段 大概也只能拿出杀手锏 试鬼封镜才行了 三代封影 号称历代最强封影 掌握此盾血迹限界 但度上三代雷影 结果还是跟三代火影一样 打不中不说 以磁盾沙铁的攻击力 根本别想打穿三代雷影的防御 三代雷影时期的云影村 可以说是五大村中最强 开始击毓木叶的白眼 以及尾兽九位 到了四代无影这一代 分别是火影不封水门 水影史长 以及土影黑土 雷影还是爱 先不说他们之中谁最强 首先四代水影史长 虽然身为完美三位人助力 但是连带土的幻术都抵挡不住 沦为傀儡 对自家的村子实施暴政血无之礼 作为保护村子的影相当失职 四代土影黑土 被称为土影 虽然掌握血迹仙界 荣盾 但战斗力 其实不如自己的老爸黄土 当年音拼时尾的场景 还是很让人震撼的 所以土影之位 该由黄土来担任才对 不过话说都是一家人 似乎谁当都是当 再来看四代风影罗沙 应该算是四代无影中 最丢人的影啊 在村子实力不足的情况下 默然选择和大神玩合作 想要拿下实力比自己强得太多的木页 结果行动还没开始 再半路就被大神玩一剑给捅了 出师未解身先死 大神玩还变成他的模样 继续大摇大摆 让沙影村忍者紧攻木页 等待部下发现之时 他的尸体就已经开始遭苍蝇了 大神玩似乎跟沙影八字不合 三代风影也被他转身出来 成为了自己的傀儡 所以四代无影中 最强也只能从四代火影 和四代能影爱两人中抉择出来 在第三次人界大战的战场上 四代能影还没当上能影之前 和奇拉比一起与水门战斗过一次 但结果被打成了平手 这还是水门手下留情的结果 所以四代无影中 水门当之无愧为最强 只是让四代能影失望的是 水门早早牺牲在了极尾之乱中 什么救世主 死了之后便什么都不是了 接下来是第五代无影 光影是刚手 水影是赵美铭 光影是欧埃罗 能影是达鲁影 五代突影还没到这一代 突影还年轻 那么这几位影中最强你觉得该是谁呢 我觉得应该是五爱罗 第五代无影中 实力差距都不大 所以属性特质方面就显得极为突出 首先火影刚手 虽然开启百豪之术 连短暂获得不死之身 外加可以击碎虚作能孤的惯例 但终究都是近战手段 而五爱罗一手杀则忍术 如何存清 近可攻 别人可守 所以对上刚手优势极大 所以赵美铭 拥有两种血迹线接 熔盾和飞盾 连走柱的虚作都能融化 64个鹰的水轮弹 甚至都不用紧益就能发动 但五爱罗可是沙漠王子 最不怕的就是赵美铭的水 来多少都能吸干 雷影达路易完全继承了四代雷影的一波 连雷盾查卡拉模式都掌握了 并且还会引三代雷影的黑雷以及蓝盾 一身实力不容小觑 但沙子在一定程度上克制雷 两人对战的话 五爱罗的优势还是要大一些的 最后到了六代无影这一代 目前六代无影就只有火影卡卡西和水影长石狼 这两人的实力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最强自然是卡卡西 虽然第四次人籍大战一结束 卡卡西就失去了显灭 但这对卡卡西来说 又何曾不是没有了后单呢 没有了显灭远的卡卡西 再也不用为蓝面而担忧 可以尽情开发自己的忍数 如今他的千鸟已经升级到了紫边 再加上显灭远曾经复制的千种忍数 依旧还存在于他的脑中 各种攻击手段得不全 而上石狼毕竟太年轻 虽然当年无影会谈时击飞过佐助 第四次人籍大战中 一刀将黑卷劈成两半锅 但这些都不是全靠他一人半道的 在伯仁传中 他的表现更是拉矿 所以和卡卡西比起来 无论是战斗经验 还是人数实力都差了不少 至于七代无影这一代 估计其他村也不会出现比名人更强的影了 话说木叶换火影真是勤快 如今八代火影是录完 最强八代无影到底是谁呢 这个结果估计要一百年后才知道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永代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